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火轩 火温轩 爱奇艺娱乐的观众 大家好 爱奇艺 爱奇艺娱乐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火轩 火温轩 因为看你们就看之前网上就说 你们是百分三傻吗 哪里有三傻 我觉得傻的可爱嘛 傻也是一种幸运 对 傻人有傻服 挺好的 看之前你们那个皮革的照片 你们是出道兄弟 你们三个人的相处是什么 其实因为之前 之前文汉哥他是出道过的前辈 所以在公司是非常尊敬的那种关系 后来玩好了就 没有太多的束缚 没有太多居住 然后大家也就是跟挺像朋友一样相处 我觉得 而且玩得挺好的 我觉得 并没有说 并没有让别人觉得 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 他们三个怎么好像关系不太好 什么的 关系非常好到无法想象 对 那用其他用两种动物来形容一下 他们两个人 就我们微博头像就是 对吧 大哥柴犬 二哥是松鼠 对 然后我就是小豹子 为什么你喜欢这三个人 为什么你喜欢这三个人 他们两个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呢 比较喜欢豹子的那种伶俐 然后迅速 然后很轻巧的感觉 然后很聪明 很可爱 对 然后风格也是比较白变的 就是也可以可爱啊 它还可以 嗯 凶凶的 对 捕食起来就很凶 我喜欢那种 白变的感觉 粉丝都说你喜欢这种 我吗 啊 在迷宫里面是 呃 是 因为剧情需要 对 一开始没有觉得能 自己能驾驭这种 可爱的风格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 嗯 发现自己好像也有可爱的一面吧 那你在大厂你觉得快乐圆圈是什么 快乐圆圈嘛 大家都是我的快乐圆圈 跟兄弟们相处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就是 其实很多人说我就是 可能看起来不懂事啊 然后就比较疲 其实说句实话 我也觉得自己比较小孩子吧 啊 然后 并没有跟大家相处的不好 就比如说之前明明 然后明明 就是平常就是 我们俩就是那种 相爱相杀的感觉 是真的 并没有关系不好 然后明明平常也会跑到我宿舍 跟我续寒问啊啥的 然后 然后月圆啊 管月 就是 就是 在镜头 在镜头旁边 我们拥抱的次数是非常多的 我经常很黏着他 大哥又很可爱 很可爱的大哥 就很想让人去 黏着他 我天天抱他 这 就是 可能我就是比较属于那种顽皮的小弟弟之类的 其实 可能 我的性格就是那种 再 再 又 那种 嗯 就 就比如说像大哥吧 就是在有像 哥哥那种 戏场的情况下 我就会显得很 我就显得很 很小孩 很幼稚的感觉 然后 希望被他们 所 有关爱 这样 然后在一些 就是看起来比较像弟弟 像 就是看 看起来 比较 让人照顾的那种 我就会 想要去多多的去照顾他 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所以 百变小炫 嗯 对 那我 我 就是这样的类型 就是这样的性格 那你来这个节目之前 就李文汉有没有说 教你们两个 要该怎么表现呀 什么是展现的 什么呀 我觉得 大哥嘛 之前好像说过就是 只要 其实只要做自己就好 对 并没有要给别人 展现一个 怎么样怎么样的自己 就是 自己是怎么样的 就应该 让大家看到 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 就算有些人 不喜欢这样的性格 但是 我觉得他就是你 如果你连自己都掌握不了 把握不了的话 我觉得 可能 你自己的人生 就不是你自己了 对 我看你那个排名嘛 从15到24 你当时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对自己的内心在想什么 就 拱拱一下 特别惊讶 我瞄了一眼啊 就是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 很惊讶 嗯 但我当时自己就真的不知道该 表达自己怎样的情绪 就很混乱 对 就是在傻笑 我觉得 我觉得 嗯 不管是 难过 还是 惊讶 这种负面的情绪 我不想让更多人看见 所以很多时候 我都以傻笑 一笑带过 嗯 嗯 其实 我还算是 我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 嗯 情感特别浓郁的一个人 我难过的时候 真的很难过 开心的时候真的很开心 我想 完全的表达出 对别人表达出我内心的这种想法 我开心的就是很开心 难过就是很难过 生气就是很生气 嗯 但是 好像 有的时候 人妈不能 怎么 完全地表达自己的内心 所以 我把 尽量把这些负面的情绪 都以 笑 去面对 嗯 我觉得 这才是做一个 做一个偶像 应该做的事情 嗯 但是你还想啊 你觉得 就这种 要求自己 所以太难受了 嗯 嗯 既然 既然 都走上这条路 肯定要多想 要为这条路多想 要为这个职业多想 其实我呢 从小就是一个 很多小的人 很多想的人 嗯 一边不想 自己 显得自己很小 一边 确实又很幼稚 嗯 反正 想多了肯定 有的不好 有的好 这么说呢 不能拿年龄 来掩饰你自己 就是 不专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权威吧 对 所以你 你愿意出事或者 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会更紧续 其实 嗯 嗯 对 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 没什么 演示 完全都没有 就 生气就是生气 难过就是难过 开心就是开心 但是慢慢的发现 确实 嗯 大家想看到的 不是 大家想跟你学习的 是那种 作为偶像 应该怎么做的一种态度 不是啊 你个人 啊 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 让大家都心情低迷 我觉得那不好 嗯 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大家开心的 如果大家见到我还不开心 那我觉得 干嘛喜欢我 那你刚才想做自己 我觉得是稍微 有一点小矛盾 本来就是 哎 这本来就是 一件矛盾的事情 啊 偶像注定是 很难就是做自己的 但是又想让大家开心 我就尽量让自己 开心 这样 既能 让我展现给 让我真实的影片 展现给大家 也能带大家开心 这样是最好的 你只能在其中 找一个平衡 对 我就 尽量改变我自己吧 那你刚才 刚才说到R20 不是做家人傻笑吗 你后来是怎么释放 这个内心的 我 其实盘名真的不重要 我们来这个节目 也不是为了盘名而来的 我来的这个目的 其实真的很想学习 怎么样做是对的 怎么样做是不对的 这是我 这是我 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个 面对大家的 评论 面对大家的讨论 第一次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我很想知道 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大家是怎么看我的 所以来这更多的学习 就算我现在被淘汰了 我觉得 你学到很多 没白来吗 是不是还很在意大家就能看 是 因为包括你高带 可以特意解释一下 所以你也好 谁 谁都会很在意啊 像我这么情感丰富的小孩 你就更在意 但是尽量不要去被这些 打扰到自己的那种心情吧 不忘了初心真的是很重要 不是嘴上说说的 说我比较 调皮 就是那种 不是不好意思的 是贬义子的调皮 感觉 给大家所讨厌的感觉 但确实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 比较调皮的人 可能情商也不太够 不太知道 跟大家怎么去相处 我以为 就是跟亲近的人打打闹闹闹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没有想 没有想过 是不是 别人也喜欢这样打打闹闹 还有 就是 那么臭屁 到底是不是一件 好的事情 就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 我那么臭屁的原因就是 我想自信一点 反正从小呢 身边也没几个朋友 啥也比不过别人 想自信一点 想给自己带了点自信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 把这个当成目标吧 我平常说 我自己是最帅的 但是我自己信得清楚 我肯定不是最帅的 但我想 往这个最帅的这个道路上 去更多的前进 所以我说的每一句屁话 都是我每一个小目标 去奋斗嘛 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吧 刚才胡说一样也是 我还特别希望你来姐 我们能找到自信 嗯 他刚才跟我说 不说事情 你觉得自己现在找到了吗 还是我们在努力当中 自信不是说 一下就能找到的东西 首先呢 我真的 这几个大厂的兄弟们真的很好 都很关怀我 然后 比如说 我们同体式的夏亥寅 春阳 还有大哥 管月 然后 梁华伟 嘉义 冯俊杰 何长熙 周世元 等等等等等等 其实对我来说 他们都是 哥哥 不管是年龄 比我大还是比我小 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孩子 被他们关爱的感觉 他们也很包容我 明明也是很包容我 明明也是很包容我 反正就 唉 就想对他们说声谢谢吧 嗯 如果出道了最想成为的是什么样子 嗯 嗯 最不想成为的人 不开心的人吧 我真的不想出道的时候那天 出道那天 出道那天 不管是我出不出道啊 我不想在那天哭 刚刚我来这个节目到现在 没有在 没有在大家面前镜头哭过 嗯 到决赛我也依然 不想在镜头前面前哭 嗯 可能当时会 嗯 嗯 我特别希望看到 大哥 他走向第一的位置 然后春阳走向第二的位置 好月月 他们 兄弟们他们都是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走向出道的位置 我觉得 真的 如果看到这些场面 我觉得比我自己出道的开心 嗯 嗯